都记住了吗 是 你这个骗子 冯二 最近这么多人想干什么 韩姑娘 由于我们昨日素不相识 导致了一场误会 但当我看到 云公子的向上早遇时 我才知道 我冯二险心宁成一场大祸呀 公子 那云天青和素玉 是你的何人哪 那 他们是我的爹娘 你这是他们 兄弟们 少主 请受我们一拜 请受我们一拜 公子 这清凤阁 是云天青大哥一手创办的 那么公子 就是我们清凤阁的少主啊 我爹创造了清凤阁 可他从未跟我说过 富二阁主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先让他们起来再说 我 我没做过什么少主 大家先 起来吧 谢谢少主 起起 站起来 少主 叫我富二就好了 十九年前啊 云天青大哥 救了我们这些 难以存活的人和妖母 然后呢 就创办了清凤阁 清字呢 自然是阁主 云天青大哥 凤 就是我 富二 富二 你不会又变故事呢吧 没没没 霓莎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这天底下 没几个像羽术那样 会对妖如此怜悯 天鹤 你把你爹请出来 看看他们反应 就知道是真是假 天青大哥也回来了吗 我们有十年没见他了 我们都很想念他呀 对对对对对 我爹在这儿呢 爹 天青大哥不在了 天青大哥 天青大哥 鬼 应该是真的吧 我感觉 只有死的乾爹 才会哭成这样 没想到 它们看着外表如此Too cś Ancient 但内心却如此赤诚 看了大家 还真的是对我爹情深意重 那我们一起给我爹上个香吧 好 伤重 亲人 爹 孩儿才知道你创办了金锋阁 原来你救了那么多的人和妖鸥 孩儿总算 明白了你心中的夙愿 你放心了 爹 孩儿一定会让青凤阁 变成秦伦峰一样 一个真正的人妖共处的境地 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谢谢少主 谢谢少主 既然我是少主 那我便要告诉你们 我爹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善良的人和妖 能够和平共存 以后这里不能再有妖 以玩游戏的方式 欺负人的事情了 少主 之前青凤阁收留了很多 被人诛杀的妖族 所以才有此游戏让妖泄愤啊 是凤二管理有势 是 从今天开始 青凤阁应该做的 就是要去化解人和妖 之间的争端 我们要做到 真正的人妖和平共存 一切禁止 听少主 来 快起来 让他们起来 都起来吧 以后这种动不动 就做一行礼的事情 不要再搞了 我爹以前在青凤阁 可没这么多 高高低低的规矩 小时候都可以直接 叫我爹全名的 是 少主 不是